53.香港相報 全球食刊指數畫牌上游 2015年7月18日中國新聞A 12.香港相報信 英國經濟學人智庫日前發布2015年全球食品安全指數報告 報告顯示 在109個被評估國家中 中國綜合牌名42位位 位居上游 據了解 在2013年該智庫的報告就增稱 中國食品安全水平在107個國家中排名第42位 發達國家繼續佔據排名的前四分之一 美國、挪威、法國分裂前三位 2015年的數據顯示 在國家綜合牌名方面 109個被評估國家平均分約為49.3分 其中 發達國家佔據排名約四分之一 美國以89分位居全球第一 新加坡和愛爾蘭以88.2分和85.4分位列二 三位 中國以64.2分排在42位 位居上游 排名在中國前後的國家分別為南非64.5分 和俄羅斯63.8分 將中國力良好一 當在食品價格承受力、食品供應能力、食品質量安全保障 排名方面 中國分別以61分、65.2分、69.3分位列第50名 第39名 第38名 報告將中國力入良好一檔 並指出 中國在食品安全系統建設、營養標準、農產生產波動性等方面的指標表現突出 在人均 農業研究開發公共支出方面的指標手約 據了解 全球食品安全指數包括食品價格承受力、食品供應能力、質量安全保障能力等三個方面 第28個定性和定略指標、報告依據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良農組織、世界銀行等權威機構的官方數據 通過動態基準模型綜合評估109個國家的食品安全現狀 並及出種排名和分類排名 反映目前中國食康水平 中國食品安全水平排名42位者意味著 食品安全水平處於世界中上有 處在發展中國家前列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特邀專家孫認為 這基本反映了目前中國食品安全的水平